谁回答你的问题 发音很重要 他有那么多悄悄话 不用话怎么说啊 兄弟所言即逝 哎呦 你就这么忍不住啊 他憋不住 我心眼小 他长得有帅吗 我喜欢你 就是你 三个人想给你送一个歌 Live my god no you need 哇 你什么时候来了 《非诚勿扰》 冒令世界人民欢聚一趟 欢迎来到 江碩旋 随身老乐 低高音乐手机 悲传舞蹈 如今请选 孟非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顾不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每年呢 到了年底 都会有一些属于年底的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能看到 各种各样的类型的 一些盘点性的一些文章 前不久我就无意当中 发现了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注意 慎重起见 我把它摘录下来 我念给大家听其中一段 这是2012年的一个 关于2012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 将要发生的一些变化的一篇文章 它的出处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书名叫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在这本书当中 权威部门告诉我们 从明年开始 中国男性人口 将持续超过女性 到了2016年 男性人口将超过女性30% 形势相当严峻 本来嘛 娶个媳妇是非常正常 普通的一件事 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下去 没准再过几十年 能够娶上媳妇 将成为成功人士的一种标志 所以看到这里 我就觉得我们《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它的社会意义 就进一步地凸显出来 我们每周都提供24个 亮丽的女嘉宾 对这件事情我想请问 乐佳黄和两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刚一听到我就在想乐佳 咱们 行事严谨啊 我对我的前途也充满了担忧啊 好像不是习惯上我们一直认为 女性的寿命要高于男性 一般来说我印象当中啊 不知道准不准确 女性人口比例应该略高于男性 对 但是这些年 可能都是持续的这种 出身的性别比男性特别高 持续到它不是从明年开始吗 对对对 是会有这种转折 反正不管怎么说 一句话 时不我待 抓紧时间报名 来我们节目吧 好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女嘉宾将获得奥康鞋 也特别制作的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我们也非常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 好了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宋志芳 来自上海 36岁 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位是珍爱网上我们 谢谢男嘉宾 宋志芳 欢迎你 非常激动 准备了几份小小的礼物 都在这包里吧 你猜呢 对 我不好意思猜啊 哎 她在洗糖 都说孟非老师见多识广 现在打了个疑问 对 你应该怀疑这件事 这个呢 是瑞士军刀 另外这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 术华玉 什么叫树画玉 像树亮一样的玉 树的画石吗 哎 我不得不佩服 那才是见多识广的 对 这是树在亿万年 埋在地下形成的画石 是吧 这是代表我的故乡 云南昆明的礼物 好 好 好 主带说宝刀正英雄 玉润正美女 哇 很可惜 我今天把她倒过来了 因为我觉得吧 咱们这个手链 助援玉润的 我觉得跟乐嘉老师 跟孟非老师 某些地方很相似 所以我这样 这个 军刀呢 军刀的话我觉得也应该 我觉得她非常小丑 功能很多 象征了咱们的现代旅行 但是我的好奇在于 就这三个东西 要带那么大一包 还有吧 应该 孟非老师 咱们虽然身处一个 浮躁的社会 但是我想必要的耐心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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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这个 好 留在后面来介绍 那你把它先搁下来 这个会议 哎呦 还挺沉的 先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哎 先看看对面24个女生 这个想搁下来 哎 谢谢 24位女生 对宋志芳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7号 我想知道 他包里装的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他说让我有点耐心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他不把这事说清楚 不让他下去 对吧 一定要说清楚对 这张批评 来看一条片子 嗨 大家好 我叫宋志芳 现在上海普通新区 自来水有限公司 任生产运营部副经理 大学毕业后 做过很多工作 有一段时间 每半年就会换一个工作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开拓者 会跟着时局不停地变换 但经常享受不到成果 来到上海的这几年里 我取得了很多资质 有高级人力资源师 心理咨询师 经济师 工程师 统计师 上海职业咨询师 等等 我凭着心理咨询师 资质 在08年的时候 是上海第一批 文川地震心理援助 志愿者 我虽然个子不高 但自己却很乐观 统计学上说 矮个的人 心情更好 寿命更长 我不需要人人爱我 只要我在意的人 不在意 就好 如果你在意 那还是缘分没到 细灯或者亮灯 我就在这里 不急 不缓 微笑中追寻我的缘分 考那么多证 应该 第一不容易 第二也应该花不少钱吧 没有 我觉得 投资任何 没有投资自己好 谢谢你 我也是对你 我也是对你考证有兴趣 你考了那么多的证 是说你花了很多的功夫 还是那些证 其实都不太难考 你这话说 我真 我真是想知道 因为我没 我没考过什么证嘛 你多长时间取得了 那么多个证 黄瀚老师 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我都是经过研讨来考的 我也不是一番风顺 七年里面考的 好 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八个证书里面 有没有逻辑的关系 是你只是感觉到 这个东西现在比较热门 先去拿了再说 还是说你在学的时候 是有一条思路 要往哪个方向走 而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慢慢地堆 直接达到你的目标 乐嘉老师的思维非常好 非常清晰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每说一句话 他都先充分肯定你们一下 赏识教育 好多我都很紧张 生怕他说你的问题很愚蠢 赶紧聊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的这个证书的话 像是有计划性的 就满足两方面需求 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兴趣爱好 另一方面 我想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 带给我们的迷惑也挺多 我在不断地寻找 其中开拓的人 没有办法拿到成果的 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办法 在一条路上一直走到底 他的兴趣的发散度 比较多一些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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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门大冰 门大冰 请问一下 您对这个结婚证的意义 你能诠释一下吗 因为你考过那么多证件 我不知道 我非常欣赏 您的这个跳跃性思维 结婚证 结婚证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 它实际上是对两个人 两个人的恋情的一个阶段性肯定 第二方面是在法律上 给予你一个最终的裁决 我想请你评价一下 或者问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的人 一辈子只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证 你这种是身份证呢 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想 他每一个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你这个问题问得 我想问这个问题问完了 我看他怎么说 结果他不夸我了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我 19号 您出门带包 包里带刀 然后好像是一种 很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另外您每半年就要换 就要换一个工作 给我的感觉也是很缺乏安全感 我不知道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 时刻想证明自己的人 怎么去给自己 未来心爱的女人安全感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正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因为内容很多吧 我分开说 第一个的话 可以求求你简短一点好吧 那后边关了好几位兄弟 稍微简短一点 好 抱歉 抱歉 私利不重 我十多年的工作当中 前面五年 后面七年都很稳定 就中间三年 我在挑战了六七个 22号 23号 24号 你们举手 哎呦 你们是一个team 我看到了 我们把下一条片子看完 让你们问好吧 了解一下他的兴趣爱好 我的爱好很广泛 跆拳道 打太极 登山 探险 还有倒酷这些小玩意 机器人工作台 它可以帮你修理很小的机械 微型发电机 它可以让一般的手机 待机两个月以上 还有这个蓝牙耳机眼镜 它还可以录像哦 我觉得风险无处不在 所以随身会带着一个工具包 里面应有尽有 登山表 强光电筒 军刀 药品 口罩 压缩饼干 超小电脑 后背电源 气体探头 等等 有备无患 一方面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 可以迅速自救 还有就是在别人遇到危险时 不至于在旁边干着急 来来来 这个里边就是那些家伙事吧 一共多少种 我实际上分了很多种包 刚才所见的是日常的 一到两天的 那个包里面大概有二十几种 大概一百多种功能 一百多种功能 这个包是三日包 这个里面有42件物品 有两百多种功能 你出门三天 就要带四十多样工具 有二百多种功能的 我们之前来过一个 有人把它叫屯梁哥 有人叫优幻梁 他成天就在思考这个世界啊 因为每个角落 他都会 这个地方旱灾 那个地方水灾 这个地方地震 那个地方飓风 那个地方蝗灾 那个地方是 各种各样 那个世界不安的东西 他都想到了 他觉得世界粮食危机 在家囤了好些粮 我们讲的囤梁哥 你可能跟他是属于一个 一个系统的 现在就是随便 我们讲一个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记住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日常的嘛 就会碰到哪些事 像地震那种 小概率的事吧 我们也不好假设 我们要不然做个实验 看看生活中 有没有碰到一些 一点小意外 他那包里边的东西 能不能解决 麦考林 我的时尚衣橱 上M18.com 现今红包天天送 钢钢 贴肚臍 贴肚臍 致症 血位调节 透皮吸收 直血止痛 消肿 一天贴一片 一片管一天 致症 贴肚臍 溶称制药 七号你出来一下 到我们跟前来 来 来一下 没事 七号女家 我们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形 你站中间 你站中间 我们假设一种情形 他在上班的途中 或者在办公室 衣服小心 裤子或者衣服 开线了 你这里边有东西 能解决这个事吗 还真有 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哎呀 真的 给我们展示 来 试一下 这是干嘛的 这是一个专门的针线包 非常小巧 有你身上的颜 那色的线吗 应该有 粉的没有 那说明你准备的不够细啊 哎呦 很可惜 那也许我最好给他染色了 你有染色的东西啊 嗯 让我一笑 你假设一种情形 给他看看他怎么解 就是我上上班 突然肚子疼疼 我那是红了怎么办 不 他要没有 我有 来来来 我带的是药啊 非常抱歉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只考虑了蓝色的需求 对啊 来 谢谢7号 谢谢7号 好 我刚才那个测试 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提醒你 做好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准备 对吧 万一有个女朋友 有点什么生活上的不方便 你都得考虑 刚才我说那边三个 从24号开始到24号 都有提问 派你们的代表 好 23号 来 23号 来 23号 我们很好记你的包里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想问这个东西 你对他包里边的这些东西的安排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啊 觉得还应该加点什么啊 有那个干粮吗 有 亚索饼干 他前面已经说了 亚索饼干 那饮料呢 不能光吃 也有 有 有 这水杯吗 旁边有水杯吗 这是水壶 但是它还带有一个净化器的功能 就是 是净水 你光带水能带多少 随时找到水源都可以去 然后粮食和水的话 其实是通过更好的方式来解决的 小包里面是小的 大包里面是携带三天的这个用量的 你以后考虑两个人的量 我们来看他下一条件 我谈过两次失败的恋爱 第一个女友是当时我的新同事 那时候经常主动陪我加班 但当我有一天捧着花 去他宿舍找他 就发现他和别人 第二个女友是我主动出击 追求成功而在一起的 我欣赏他看书的样子 和自立的性格 但交往了一年后 却因为对方是单亲家庭 他心里有阴影而分手 我对理想有时候有这么几个理想 他最好是北方人 因为从社会学上解决 北方人的生活更开朗 更会照顾人 他的丰满这些 从生物学上解释 丰满的人身体里的文明更富足 脾气更高冷 考虑到骨骼和肌肉的自然变化 它最好是30以下 这样不会受到声誉的影响 还有我经常听评书 上面说美女都是瓜子脸 这也是传统美学上经常讲的 我在观察这个片子播的过程当中的变化 他说我希望找一个北方的 哗 灭了一半 南方的都把灯灭了 我要找一个丰满一点的 不丰满的 哗 都灭了 最好是30岁以下的 哗 左疼爱把灯灭了 每多一个条件 这个面积小一点 现在还说过 仅存的三个当中 来 6号 6号 你喜欢北方人吗 很喜欢 但是我是韩国人 那怎么办 也算北方 在中国的长江以北 想问一下 那么韩国人怎么样 韩国人 这些处可较少 但是印象很好 滴水不漏说话 7号有问题吗 对不起 等一等 6号 这话得说清楚 你问他对韩国人印象怎么样 他说对韩国人印象很好 你把灯灭了 很好吗 我以为是不好 我听错了 你 你这属于冤假错案吗 你这事 人家对你印象好 你把灯灭了 是的 孟杰老师 有些东西是冤假 你这个问题 深刻道歉 好好好 17号有问题吗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 要达到他所有要求的 这样一个女孩的话 应该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我就不知道 就是您这么缺乏安全感 然后还要找一个 这么完美的 那不是更没有安全感吧 有安全意识 有风险意识 并不说 就没有安全感 好 这是一个辩解 第二个的话 关于理想女性 我觉得既然是理想 它一定要定得高一点 我刚才在看他那包 那包盖一打开 里边有张地图 你知道是哪里的地图吗 江苏 哎 说得对了 但是在它更小一点 中山风景区的地图 看来准备今天晚上 就夜袭中山陵嘛 头也不回 绝尘而去 人生总会遇到很多 这种天一弄人的事情 我尊重选择 包容和理解 虽然我考了很多证 但是我觉得 最宽键的一个结婚证 现在还没有取到 也非常能够希望 尽快把这个证 也获得 学习无处不在 像这次来的话 我也感觉到 以前的思路 还是狭窄了 所以 为了两个人的幸福 肯定还有许多东西 需要准备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各位嘉宾 来自真爱的 姜文斌 欢迎你 哎呀 下去一个跨包的 又来一个纸箱子这个 刚才志伟区 占用人们很强的事情 我感觉抢戏了 我们几个人 有点缺少信息现在 他抢戏了 哎呀 你给了一点机会吧 我帮你拿人呗 哎 这个是 我虽然是沈阳人 但是老家是福顺 福顺 待会儿我插一句 辉哥特别喜欢你啊 福顺是梅都 知道 知道 梅都 所以说这个三个都是用 我知道成交是福顺的 哈喽老仙 哎 这个给三位老师的 这个猪应该是我的吧 因为都是按照你们三个人的 生肖 生肖来的 我不知道网上正确不正确 但是按照网上来的 我属猪 性格也像 OK 为什么 我知道你们不如有一个博物馆嘛 还要捐给 是 灾与还贫困了 哎 不 反正捐给受惠 哎 只要做好事 我一直都认为很开心的事 做好事我就高兴了 哎 哎 哎 别打了 别打了 这个可以 来人 哎 哎 看看这边24个女生 为什么哪位 好 没事 没事 我能告诉你们 你刚才说的话呢 没有 我 我有问题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点乱 我报名的时候吧 我喜欢的那姑娘给人领走了 给我点时间再看看 不可以跟你们说啊 我今天死定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不算什么 我碰到最悲催的 他报名看着 比如说他喜欢12号 喜欢12号 他一直点着 天天看 他为了12号报名来 结果来的时候他还担心 还问问变道12号再回来 我们说在在在 然后他就在后面等着 他第四个出场 第三个人把这个12号添了 这 这有什么呢 对不对 来来来 结果他上来很悲愤的 他那个人有点绝望 拿着 拿着 我帮你拿的也可以 好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你看看 说明我们的女嘉宾都很有素质 不介意这件事 10号 我觉得男嘉宾挺自然的说话 然后呢还捞捞头发 我平时也挺喜欢捞头发的 但是为了节目 非得就是很这样固定的发型 别总捞头发 我想提问这个 你总觉得我在举嘉宾 举手说 我说哎 你说他 我不是我捋一下头吗 9号 男嘉宾您好 就是感觉您还蛮与众不同的 就其他男嘉宾出来 可能是很紧张 可是您特别特别的松 是 而且就是松到一种 觉得好像您觉得自己 太松了 太松了 感觉他对这儿比我熟 您是不是比较自恋呢 平时 说对了我挺自恋 并且我承认我自恋 嗯 太松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吃点菜 我叫姜文饼 是美术学院的一名专业教师 我之前主要从事的画 是水彩画 但是由于我的个性 是畸形泵法型 画水彩有时候需要等干 或者什么的 就挺束缚我个性的发展 所以我就改画了 我喜欢晴天 但我特别不喜欢见到阳光 我屋里的创业都是 常见都是拉障的 我感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心才能静下来 留校任教 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 在我研究手上毕业的时候 我认为应该给自己一个 总结和交代 所以我办了一次个展 但没想到 我收到了院长的赏识 所以我希望以后 我能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希望我的作品 能够被人铭记 流氓百事 我周围旁边的朋友都说 不能用正常的人的思维 所以去理解我的行为 所以我有点不靠谱 记得有一次 陪一个朋友去买房子 结果他没买成 我上去就把房钱给交 他们都说我买房子 像买菜一样 家人也责备我 没有跟他们商量 但现在他们都觉得 我很有阳光 因为那个房价 都已经翻了翻 家人也住得挺满意 我一直认为 做事没必要前世后降 随性也跟着感觉走就好 你说呢 我告诉你一下 我发自内心的 对所有来到台上 从事艺术类工作的男嘉宾 都怀有特别的好感 都特别崇敬 你能方便透露一下 您现在画的画值多少钱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1号 那大学的艺术老师呢 都非常的受欢迎 如果有青春可爱的女学生 向你表白的话 你怎么办呢 确实你说的这个 也是我所想的事 怎么说 私训练其实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我反对这个事 了解 了解 我建议您拿麦子那个动作 稍微小心点 我怕它掉下来 会让我赔的 哎 这样我就好 放心多了 除了会画画 你是不是也会唱歌 然后喜欢唱呢 我都属于是激情迸发型 要唱我同意 你愿意唱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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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问题 好 那个 那个跟老友没有 她的一个英文歌 一个英文歌 我记得以前一个女嘉宾 跳过这首 嗯 我 这样吧 您能轻唱吗 那边唱的轻唱不好听 你太难了 有 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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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首歌把那三个女人 兴奔成什么样了 这也是一个很细男 女孩的一个男人啊 我们来看她下一条片子 我有过四段感情经历 第一次感情经历 是从那个高一一直维持了七年 后来双方都认为感情不合适 在一天下午 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然后我就告诉她 我说如果再不分手 我们就来不及寻找幸福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和平地分手了 第二段恋爱的女孩对我特别好 特别懂我 但是不够爱 所以是时间长了 应该也分手了 第三段恋爱挺戏剧的 在我留校之前 我原本是打算去美国移民的 但后来我留校了 而她却杀我去 到现在她已经是属于是 在美国成家利益 第四段恋爱 那个女孩我一直挺喜欢她 她有一双那个会说话的眼睛 但是我感觉她总是忘不了 她初恋的感情 半年后我们又会说她 我对我一小女生的要求 总体起来是世子观 本质好 也是人要善良 知性美 因为我不喜欢花瓶的女孩 小质清洁 这个小质清洁 是一种生活的品味 比如一些小细节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 但有的女孩会把它写成文字 然后感觉她很有穷瑶的气质 姿色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姿色 就是要找朋友的感觉 你那个第一段恋爱 印象最深的 然后持续了七年的那个 你并没有 片子里没有说为什么分手的 就只是说再不分手 就没话可 就两个人聊到最后 已经没话可聊了 已经都基本上都干涸了 不存在爱了 这个话我倒是想跟乐佳讨论一下 嗯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况 两个人在一块做着 没有话说的状况 你怎么看这个事 天天吃鸡肉 你会怎么样 那怎么办呢 那可以可以可以 那用话怎么说 那小号不明白太多是爱情 我就感觉每天写个纸条 我都特别兴奋 然后她也特别兴奋 然后我在高中三年过去之后 两个人在两地 她在大连我在沈阳 就是说距离会扬盖很多事 我每天我会跟她打电话 但打电话的感觉就是我在 就是为了打 对对对 后来我这感觉是这样 是为了打而打 因为她 她是属于特别腼腆 像台湾武将军那种小兔子的感觉 说来说去 我感觉 对 今天有点说的有点腻 啊 17号 你好 老湘 哈喽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那个宋小板啊 就咱东北的那个 就那个那劲儿特小 你喜欢这样吗 就是但是我感觉 他有一点那个不慢 你不是说跟我说过喜欢 有点坏坏的这个坏坏 他有点 他都有这个劲儿啊 但是他就感觉不够严满 就那个 哎 你干嘛 怎么怎么着呢 真的 严满 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片子 看完听听你的看法啊 下一条片子 文斌是一个慷慨大方 对兄弟讲义气的人 之前我们有一朋友 单位分了房子 家里拿不出钱 结果文斌想尽办法 帮他凑齐了所有的房款 那个时候 文斌自己还没有房子呢 却帮自己的男朋友 买了房子 各位女嘉宾不要吃醋哦 文斌是一个 非常有品味的人 他总觉得我们 穿衣服非常的土 每次上街的时候 他都会为我们 一包一包的买衣服 并且强制我们 必须穿上 我就纳闷的 同样身为学艺术的我 女嘉宾们 你觉得我穿的衣服非常土吗 他这个人很有爱心 还记得08年 温泉地震的时候 那个时候 文斌还是个学生 兜里只有3,300元钱 自己只留了100元 把其他的钱 全部捐给了摘区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就惨了 天天找我们蹭饭吃 借钱花 我们烦都烦死了 老婆 我们今天就去那儿吧 不去拉 每次文斌的话 我们一起去 没有意思 这哥们儿接着去参加《非诚勿扰》了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就去训练了 别急别急 我要跟佐藤爱说一句话 艾姜君可爱哟 これからもがんまってね 现在最后留灯的是3号女嘉宾 有问题吗 看到她很有爱心 但是呢 她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 却没有计划 我觉得这个要提醒 我问一下17号 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怎么滴了 你就把灯灭了 就是我 就觉得她不够那个 扎人 对 有点遗憾 说一句话 特别喜欢你 我爸妈也很喜欢你 谢谢 谢谢 你们一家都是 特别有艺术品位 哎 我看基本大部分所有的主持人 他会把自己的情绪给养了 嗯 但你从来不这样 对 你给你跟别人鸡眼了 或者什么这样 这说明什么呢 真实 哦 不错 不错 这个 这个话 他有那么多蹺蹺话 不用话总说啊 兄弟所言极是 激势 激势 好 来 哎呀 你好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从来不跟人家急眼 我在电视上 这几集都没看到你 不过我认为这点缺不了你 你有那种阴柔和母性的美 三个加起来是属于是 1加1加1等于6的 我说缺一不可 好 我可以终于一辈子幸福 希望以后看到你更多的话 哎呀 谢谢 谢谢 我真的幸福 首先你要幸福 我来这坎儿我就感觉是参加一个party 如果幸运的话 除了参加party 还能收获一份感情 但很显然我今天不是很幸运 没有收获那份感情 但是参加这party 我就很开心 稍微喝了点酒 有些男嘉宾由于紧张 怕这个台那么多人 会稍微喝一点上来壮壮胆 但这哥们显然是 我告诉大家多了一点 少取多了一点 好 但是还是挺可爱 挺可爱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187加女嘉宾 面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观众 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卫视的 官方网站和珍爱网 或者百合网 新浪微博QQ家园 腾讯微博 报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寻求你们的幸福报名方式 出现在屏幕下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我叫苏征 苏醒的苏 征中岁月的征 今年31岁 来自北京 各位观众好 然后三位嘉宾老师好 24位美丽的女嘉宾 大家好 第二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苏征 欢迎你 我怎么就一下到她嘴里 变成嘉宾什么好了 我以为我是主持人呢 有点紧张是吧 看看那边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最独装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3号 看她长得还挺有安全感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长得有安全感 长得靠谱 我经常听到有些女孩说人长得有安全感 这是她长得稠 长得稠 深险 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长得可能稍微有点寒碜 但是寒碜的还比较特别 没有没有 我就是特别寒碜 我觉得挺好的 一切正好 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我叫苏征 当认识的朋友在询问我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 我往往会半开玩笑的回答他们 离婚或者分遗产的时候来找我吧 没错 您猜对了 我是一名律师 律师的职业其实跟医生颇有几分相似 常常能够救人于水火 只不过人们更习惯 但在火烧眉毛或者水炎气菌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之前看《非诚勿扰》 我发现也许是因为男嘉宾有些紧张 也许是因为女嘉宾过于强势 一些男嘉宾的问题都被三位老师代劳了 我想如果当我登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三位老师能够略微休息一会儿 多给我一些时间 我相信我能hold得住 你自个儿来吧 我原来是觉得自己能hold得住 我觉得在那舞台上 其实人还行可以hold得住 但就是腿虚微的有那么点软 刚才那片子看完吧 我也深刻地反省我自己 有的时候回家看那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也挺讨厌自己的老在提问 要不他提醒我 要不这下边的事你自己来 想问谁问谁 灯灭完了你叫我这事 没有没有 其实真的站在舞台上 我觉得真的非常紧张 前面的嘉宾嘛 大包小包的拿了很多 然后我那个空手上来的 哎 这跟这也没关系啊 哎呀 第一次说 其实我想说我原本呢 是准备递了几只烤鸭来 后来想一日烤鸭C牙 二十最近很多的 你说出来我就当吃过了 哎 谢谢 这样 您需要我怎么服务 你说一声 不需要我的后来待着 他们俩已经不说话了 要看下一条片子 你就说 哎 导演 下面再放一条 我 我帮你叫他们 抓紧时间帮你找题目 你先问谁 你点 你说 那个 11号很不加紧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对律师行业 其实蛮感兴趣的 因为小的时候 也有这种梦想想去学 我想主要问的是 您学法律 然后律师这一块 会不会跟人交往起来 也会抠字眼 会跟你斤斤计较呢 谢谢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平时生活中 我还是一个 比较很爱开玩笑啊 比较随意的一个人 应该是这样 12号 女嘉宾 不好意思啊 有点紧张 然后我这个 我这个只能看到 看到中间那一块 男嘉宾 你好 我给你的感觉是 属于强势的那种女人 还是比较小鸟一人的呢 你还可以吧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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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 你帮别人离婚 你有阴影吗 阴影呢 我谈不上 但是我觉得 一些事情经历多了 你可能会对 比如说婚姻啊 会更加的慎重一些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 说话越来越慎重了 否则在台上就我一个人了 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吗 孟爷 孟爷 好嘞 我饶人出 切饶人来 哎呦 你就这么忍不住啊 我心软呀 心软呀 这暴露了两件事 他憋不住 我心眼想 好吧 要放下一条片子了吗 可以 可以了 主巴 好吧 下一条片子 古语有云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能者乐家 工作之余 我喜欢爬山涉水 寄行于山水之间 前些日子 我曾骑行5000多公里 去领略乌伦贝尔辽阔的大草原 和大星岸岭那 醉人的秋色 这段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作为一个曾经两点一线的上班族 生活中除了加班 相亲 失恋 和非诚勿扰之外 还可以有更多更美丽的风景 明年 我计划单车 骑往西藏 届时 在那个离上天最近的地方 忠心的希望 我祈求的将不再是美满的姻缘 而是新生命的诞生 希望未来的它能够乐观勇敢 对感情不轻言放弃 就好像一辆靠谱的摩托车 只要你对它好 它就可以陪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而不会因为国外的汽油更便宜 或者你没有给它制备更好的车棚 而把你抛弃于旅途之中 希望有一天我会带着你 骑着我的小黑妞 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 你愿意成为坐在我车后座上的 那个姑娘吗 那个2号 2号你加进 旅行的形式有很多 有很多徒步啊 这些旅游 骑车或者是自驾游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择摩托车这种形式 还有就是说旅行对你来说 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如果您曾经尝试过 各种形式的旅行方式的话 您会发现 其实魔旅是一个非常的自由便捷 还有能欣赏更多风景的一种方式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次我去内蒙 我觉得说大一点 可能我的人生观 会发生都一些小的一些调整 因为《古人云》这个 读万箭书行万里路 这点我很赞同 谢谢 放下一条片子 还是你再问一会儿 再问一会儿 那就再问一会儿吧 谢谢 谁 6号 6号女嘉宾 你有没有大男子主义吗 大男子主义 应该没有 我是比较尊重另一半的一个主张和见解的 好的 孟老师可以放下一条 下一条 一个人的自由 无论多么绚烂 也只能是断了线的风筝 孤独 彷徨 而无助 因此 从情窦初开之时起 我就一直在找寻那个能和我携手共度一生的他 然而 虽然经过三次心情的耕耘 我的情窦却始终没能够长出鲜美的豆芽 反而变成了发芽的土豆 因此 为了找到那颗 能够在我这片严检地上生根发芽的最合适的豆 碰巧思统的我 就写了一篇长达五千字的争纷启示 而且我非常自信地认为 在目前的程度 就精彩性而言 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咱哥们写的不是文字 而是真诚 真正的《非诚勿扰》 这怎么弄的 刚才还有十几盏灯吗 放第三条片子 那个实践出真知 就说明孟老师在这个舞台上 确实是不得或缺 你瞎总结 这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刚才那个 我帮你问一下吧 7号 你也是北京的 他也是北京的 为什么最后灭灯就不合适了 我觉得他跟他在一块特哭道 特无聊 而且他说话 他说话做事都妥严谨 我一点都不严谨 所以吧 男嘉宾 就是特别感谢你一开始给我们提 给我们三个人提下一个问题 真的 我就那时候 我就想我们坐这儿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 我们三个人多说说 可以活跃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 让这个不至于 是不是显得那么刀光剑影的 然后就那么两阵相对的那样子 是 所以 所以才需要我这种职业 我没办法 我不是想说话 那句话真的不是我本意要话的 还顽心 顽心眼没那么行 好 再见 但是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愿意唱着歌从这儿走吗 除了他们24个电视机前 还有那么多女孩在看呢 多展示一点自己不好吗 确实那个之前准备了几首歌 然后就献给台上的24位女嘉宾吧 来 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 我只是没有告诉你 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 也不愿让你受委屈 平时看非常勿扰 我其实那些男嘉宾都很紧张 但今天等我真的上了舞台 我发现我比他们还要紧张 其实我个人性格是 可能是比较爱开玩笑的 但是这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主持人 包括嘉宾老师 从中能够有一些穿插 如果电视机前的 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发信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请下一位男嘉宾老师 陆老师 黄老师 我是26岁的一张纸的张 叙述的书 张述Michael 我是美籍华人 但是在水晶工作 别往前 走吧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来来来来 就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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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这个好辛苦啊 先说说他吧 我让你尽量把他放下来 这个是我的小朋友 他也叫Michael 然后我想给你们就是送一个礼物 给 你这个是给谁 给心动女生吗 不是 给你们 给我们 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啊 公有的吧 公有 我这个 嘿嘿嘿 哎呀 好好 我 我这样吧 好 我放 我 我这样 不能让他这样 他这个形象这么高大的这个 但是这个熊掌的是真好看 挺喜欢的 好的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个 24位女生对张树印象如何 好 请考虑 请选择 大家好 三号 Michael Yui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画这个妆 还有我的中文名字 你没有认出 啊 你没认识吗 我不知道你没有Yui Yui Yui Holy crap 啊 哇哦 你什么时候来了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哎真的 熟人是吧 把话说明白 你们是 在哪里 他是在那个Microsoft工作 不是吗 在哪儿 是吗 对我在Microsoft 现在 你们是把关系 来 你说话费劲 3号 你们的关系我们说一下 就是在北京的朋友 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我只是想跟他打个招呼 然后就表示一下支持 然后我怕他刚才一啃 我很浓的状 怕他认出来 他会觉得很奇怪或很尴尬 我只是为了打个招呼 然后支持 就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到这边来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来 不算好朋友好像 他不理我 他不理你 说你 说我们我们就是 不是在那个北京当一个朋友吧 然后他来这个节目 他的意思明白了吧 他说你上这来都不叫上他 说不是好朋友 他跟你撒娇呢 就是 就是 来看他基本资料 你好 我是张树 我是一个中国出生 美国长大的美籍华人 因为妈妈管我太严了 所以我选择大学的时候 我选择就是离我家最严的 我来中国 来中国的话 我发现我忙也 想不到我了 就在摩根达通的时候 我每天用一个高档 餐厅服务 然后来中国以后 发现没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我和两个朋友 开这样的公司 然后发现 现在生意就不错了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我想我帮我妈妈和父母 就是买一个特别大的房子 然后说这是我的礼物 因为你是一辈子养我 我已经看过的 非常勿扰的 美国的男生的普通话 比我好 中国是我的家 我是女人心 但是我觉得 我长得比他们帅 比他们聪明一点 好像在 就是前面一段时间 也来了一个 开送餐公司的 好像也和美国有一些缘缘 也在北京的 然后跟他特别像的就是 不停地动来动起 比他还要恐怖 他好多了 他长得比我帅吗 没有 你们眼睛动不大 你先告诉我 是不是跟你有一些瓜葡 他是我的同事 所以就是 那家送餐公司 是你们两个开的 对 我就想问你 在公司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彼此间说话就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这样的 就是 来来回回的你走 这不好玩吗 你每天就是起床 这样 然后来个公司 然后你就是表现就是这样 哎 我觉得很好玩 孟老师 那你变他一块来啊 我以前在一个投资银行 特别不喜欢 不喜欢起床 不喜欢去我的工作 然后现在来的话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 每天起床 就是创业跟我朋友 我觉得我的优点 回数不多的优点就在于 所以有些事我做不了 但是我欣赏别人那样做 那么为什么上次他来的时候 没有说你也要来 你们两个 为什么不在同一集出现 可以问孟老师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来也没叫你 对吧 没有叫我 然后他来也没有叫我 所以没有人理我 最后是挑挑道路通老马 最后都到这里来 让我想起一句广告词 《非诚勿扰》冒号 令世界人民欢聚一堂 17号 上一期呢就是我给那个 就是我挺喜欢那个男嘉宾 但是他不喜欢我 然后呢 但是你一出现呢 我就觉得我又喜欢你了 那怎么办 这很好 这很好 就是挺好的 就是这样 这样 有一种 有一种可能性 他以借喜欢你为名义 跟你走了以后 然后回到你们的公司以后 他就把你好气 在其中那边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就怕这个事情 种种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在这个世界上 不 我就喜欢他 我不喜欢这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既然上两天 可以刚喜欢过那个男人 现在喜欢过你 过两天回去以后 再喜欢那个男人有何 不可 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同事 还是长得比我 还是比较漂亮 不是 漂亮 比较帅 还是比较那个聪明的话 那怎么办 比你帅 我说了现在就是 马上就是 就是全国都能看见 我现在在这说 我说我喜欢你 就是你 其他人没关系 谢谢 对了 他说的这个话 很有分量 在这说的话 全国观众都看得见 7号 觉得你一点都不二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好话 然后我是北京的 然后以后我可以教你 北京话 北京话 对 他还说话 你敢说是说 我现在去哪儿上一层 你说干嘛呢 你帮帮忙先把话说清楚吧 北京话 那个普通话先学好 他那个话 你学起来有点非经 不过你多关注一下 7号姐姑娘 挺有意思的 好 谢谢 你们俩都是属于 看上去品种挺接近的 我觉得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 同意 好 来看下一条片子 好 我个人消费官 就是我每天早上晚上 都放那个宝石 消费官是 how to spend your money 好的 天 我的消费官 就是先努力挣钱 然后努力 然后最后就跟你一件 特别好的朋友们一起花钱 就是特别开心 很多朋友都告诉我 我的皮肤长得不错 因为我妈妈 就是推荐我 早晚都用保时装 锻炼身体 然后每次不吃那么多肥肉 我也不喝啤酒 这个词 宽鲜水 我谈过两次恋爱 于是在美国 于是在中国 分手的时候 大部分的女生 都觉得男生不难过 但是相信我 男生特别的伤心 世界上就有两种的 比较聪明的 或者不聪明的 漂亮的 不漂亮的 所以就找漂亮的 和聪明的女生 所以不管她们的背景 就是有一点性感 为什么要听 特别尴尬 你知道吗 太傻了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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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号 你对女孩的发型有要求吗 我以前特别喜欢 我的那个 就是特别长的那个头发 然后现在发现了 最近我觉得那个 女生的那个发型 就是越来越短 就是越来越性感 那个感觉 短也性感 短也性感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就是 像你一样 我这个就不属于短了 是吧 属于有和没有的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刚才你好像对女生 有一个聪明不聪明的 一个要求 我就想知道一下 最好意思 怎么衡量 你用什么方式 来判断一个女孩 聪明或者不聪明 我以前有一个问题 你说吗 说说看 别老忘了 我退 不好意思 对 比如说你现在去一个那个什么 公共汽车站 对不对 你看到有三个人 一个是一个你的好好朋友 他需要去那个面试 但是他现在迟到了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老年人 他想去那个医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是男生 就是你的那个心跳的女生 或者你是女生 你喜欢的女孩 对对 然后你现在开一个测 就是两个位置 对不对 你和你的 还有一个另外的位置 发现这个情况 你怎么处理 我帮你重复一遍 一个人赶着去面试 一个男的 对 很重要 另外一个老人要上医院 是的 很着急 对 另外是一个 你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对 可能是女朋友 可能是你喜欢的一个女人 你开着车 旁边只有一个位置 对 你路过着 看到这个景景 你带谁 你就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这事 是的 你要问台上的女生吗 我 他们俩吧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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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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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男专丁你好 我就是看完你第一个VCR之后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谢谢 你先回答一下 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因为这边的声音 好了 这个已经 对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那边也很清楚 不好意思 谢谢 你是没听清还是 注意力不够集中 17号听清楚了吗 我想可以这样啊 可以带着你喜欢的人 然后帮着那些人打车 这思路是对的 那个车上只有两个座位 对不对 接着 12号再来回答一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把你放在路边 然后我开车带他们 那个车上只有两个座位 我已经讲了两遍了 连驾驶人 总共只有两个座位 对 那不好意思 我们没太明白 这个还是差不多 我觉得 10号呢 那可以这样吗 如果你觉得你信任那个 就是要去面试的人 然后你让他 就是说给他 给一个什么证件给你 然后呢你说 OK 我可以把车借给你 然后他开车 然后在那个 要生病的那个老人去医院 然后你和你的心爱女生 去打车 同意 这是你最满意的答案 对 最满意的 对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 很喜欢 你好 你这么 要是这么帅 可能肯定不选择我 可是我很喜欢你 所以我说 每三个人想跟你送一个歌 可以吗 可以啊 你们三个人送一首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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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위한吧 今天你却很不错 你感觉不错 很开心吗 特别开心 我觉得他们那个 那个角落看一下 现在越来越欢乐啊 很好啊 来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我的朋友Michael 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非常阳光 幽默 也很会照顾周边的朋友 他非常热爱生活 爱旅行 爱摄影 他至今为止去过20多个国家 我觉得大男孩有的 确在Michael都有一点 他很希望表现 因为同时很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认为他会很成功 每个女孩他会找到 能够带她的尊敬 和她的尊敬 所以我祝他最好的 和所有女孩 能够带她的尊敬 他这么能是还这么帅 无量的来抢吧 5号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你好不好意思 我还是继续刚才我的问题 就是在第一条VCR里面 然后我看到 就是你就是特别害怕 你母亲管你对吧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以后找到一个 就特别喜欢你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她特别爱管你 特别爱黏你 然后你会怎么办 因为我就是一个 比较爱管人 比较爱黏人的一个人 不好意思妈妈 但是我肯定不会找 我跟妈妈一样的那个女朋友 她不会找这样的人 明白了吧 17号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 简短一个吧 那个就是 其实我在台上好像就是看起来 一些装扮什么的 就感觉好像挺强势的 就挺硬的 其实我在恋爱里边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一个 在恋爱里边特别温柔的一个 然后做饭啊 媳妇就是 就是其实我特别嫌恨 我在链里边就是那种状态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说如果我们在一块的话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 她信不信我不知道 我信了 真的 我信了 我就这样的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张局面的十掌声回来 现在我们要好好地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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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口 中文字幕——YK 有请11号 17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张树的《心动女生》是12号 你从她旁边路过的那时候 有一个小的动作这个是 以前没有看到你有过这样 因为我对她印象还不错 然后我是想看看身高合不合适 你在那个穿高跟鞋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但是我平时都会穿高跟鞋 对啊 女人都穿高跟鞋嘛 那我就是努力喝牛奶好吧 其实这对男人来说 对吧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那个 3号吧 来看一下三个女孩的家庭背景情况 了解一下 11号的父亲是公务员 妈妈是私营业主 12号的父亲是私营业主 母亲是全职太太 17号父母都是商人 好 你还可以提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向三个女生继续了解 好 就是你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在一个现在创业 然后我周一到周日 大部分没有时间 就是除了在公司 没有其他时间 就是有睡觉 或是去三公司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对这个情况 你有什么想法 谁先回答 左边到右边吧 17号 你工作没有时间 是吧 那就这样 从每天早晨呢 我在家做好饭 然后呢送到公司给你吃 吃完了 然后我去工作 工作回来那个 晚上再做好饭 然后再回来吃 你好 12号 那肯定是以你照顾公司为前提 因为你能照顾好公司 那肯定能照顾好我 11号 你平常很忙 然后我的工作也是很忙 所以两个人都在忙的话 没有办法发展爱情 谢谢 谢谢啊 好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出决定了 坚持选择12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 带走一个 想清楚 这事难吗 对 我就想过那个 心动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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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对 对 往前走两步 最后30秒钟 争取一下 哎 我就觉得现在的30秒 对你的那个很 什么 内涵和对我的内涵就是不够 所以我觉得最好 如果你容易跟我一起走的话 一直跟我走 然后请我吃饭 然后可以好好了解我 谁请谁吃饭 他请你吃饭 幽默一样是吧 就是 是 你话说完了 说完了 12号 你 我觉得你优秀到让我 就让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这 我 我找不到 对不起 你的气场压不过我 来 稍等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拒绝他 对吧 好 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 是我不太了解的 因为刚才你走过去的时候 孟非还特别问了一下 你做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你当时说的那句话 如果我的理解 还不算是特别差的话 让我感觉你在潜在地 向他发送一些 比较友好的信号 但是实际上面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 陈娇是非常非常喜欢他 想跟他走的 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打算跟他走的话 那你应该在刚才表达的时候 应该就比较婉转地拒绝 让他知道他追求你毫无希望 还不如把这个机会选择 给成交或者行星 我这样的表达不知道 顾惠子你能理解吗 乐嘉老师我完全能够理解 其实在走来的时候 我可能有一点点的 就是介意身高的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高大的男人 可能能给我的安全感 和这种气场可能更强一些 但是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稍微欠缺了一点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你刚才说 我还以为是说 哇 我们的身高刚好好匹配 这是我刚才理解到的信号 我没有说我们的身高好匹配 我是觉得我对他印象还行 但是就是这个身高 我可能穿的高跟鞋 会跟他一样高 你后面那句话没有说 你只说了前面一句话 印象还好 我肯定没有说后面那句话 对 我是说印象还好 就印象还好这句话把他给害了 我的意思啊 是吗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结果是有点遗憾的 对不起啊 好吧 谢谢 临走的时候有话要说吗 有话 17号 我想让我死得明白点呗 你是不喜欢我吗 我没有说不喜欢你 是吗 我 我 我们不是 是不是不喜欢我这弦的 还是就是 就没感觉 没feel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他没有太大的挑战难度啊 很多人来找骨灰子 都没有把骨灰子领走 你如果把骨灰子给拿下的话 就有挑战难度 而陈娇的话 拿下的男人没有那么多 你知道不知道陈娇以前的外号 叫做陈小妖 有多少男人曾经试图来降服你他 我倒是觉得可能那个陈娇 没有表现没有投其所好 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讲 你表现你很贤惠的那一面 说我会很照顾你啊 然后我怎么给你做饭 怎么给你送饭 他这个男人好像不大会 不大会在乎这个东西 我再告诉你 对 陈小妖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坏男人喜欢的是坏女人 不喜欢好女人的 可能我的感觉只能说 最适合你的那个人 还没有到来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儿子 儿子是为了你消停 谢谢 你的这个领悟很好 但是他飞起来的那个 他掉毛 怎么办 然后就一根就落在我眼睛里 我一直就很难受 他太年轻了 一直是等几年 然后他肯定没有追关球 过几年就掉光了 也希望你 杜老师 哎 走错了 走错了 不好意思 经常看的那个非常柔绕 然后我觉得12号的女嘉宾长得不错 所以我就想看一看 能不能跟他一起走 然后发现了我的鸽子太矮 我觉得他还是看错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生还是长得挺高 1米78 我觉得17号的女嘉宾 我不太了解他 所以我没有选择他 我想17号能找到他一个爱他的人 然后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幸福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安东尼奥 我来自意大利 我是17号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安东尼奥 欢迎你 我看过很多意大利的电影 对吗 是 里边很多人长得都跟你一样 您是 您是第二个 来到这里的意大利男人 罗华 罗华 他是牛华已经42了 他才24 27 27 27 他下面这朋友问的是豪华 我以为 我说这话怎么跟英语一样 他说对面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看看这哥们长相 你再想想世界围上意大利队 那些给到进警的时候 全都展现了 全叫安东尼奥 什么什么泥 24位女生对安东尼奥 来自意大利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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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号 觉得他好帅啊 14号 觉得男嘉宾看起来很有魅力 他们俩是英语四个 他 你帅 徐英国 你好 11号 我 我超级喜欢吃意大利披萨 然后我记得最深刻的是 把我妈妈都吃得想吐了 但是我很喜欢你 会不会做啊 对的 会做披萨 我会做披萨 我估计意大利人做披萨和意大利面 跟韩国人做泡菜一样 这个意大利人都该不做这个是吧 你不用担心 你要跟他走天天吃披萨 吃死你 没事 来看他的银子吃了 你好 我叫安东尼亚 我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南部城市 Rudino 之后住了米兰 学习建筑 我现在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现在在上海做一些 跨国公司的生活 我特别爱音乐 六岁的时候 我开始学习音乐 我参加过很多的音乐比赛 获得过很多的赞赏 我很喜欢中国 零九年的时候 我来到复旦大学学习中文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复族 我特别喜欢看 回到意大利 我一直忘不了 这次我专门飞到中国 还带着两个爹身衣服过来 就是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知道我现在的中文不好 所以面试的前 一天经常的也没睡 这次还特别的来了好朋友做朋友 我打算不回意大利 为目的学习成文 我准备每天找主席车司机说话 再次找龙丹你的大妈说 他们有时间 有耐心 肯定能帮我联系好 还有我已经自己摆好了很多空间 准备了很多治疗朋友采放 我都摆好了 我这个男嘉宾特别信心 不信你们就赶快晚会 有一些 有一些背景的情况 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做美国专场 英国专场或者其他澳大利亚专场 我们都强调一条 要有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 但这兄弟显然不具备 但是为什么让他来 就是他的这个诚意打动了我们 他面试是专门从意大利 飞过来面试 如果面试没通过 他还得回去 我希望他没有听明白 我刚才说了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他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 这个金头发这姑娘 是他带来的朋友 如果确实有障碍的时候 你可以上来 也可以大声地 用意大利语提醒他 什么意思 过来也行 过来吧 9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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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因为在影片中你有说 你很热爱音乐 那请问意大利的名歌 您会吗 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演唱一下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很漂亮 很可爱 好 谢谢 23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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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日语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哇 我很感动 好 好 我前面还记得有一个 意大利男人 所以想起来很多 我现在一点都没有自信 因为我知道男人到了50岁 还喜欢阿西出头的 说中心内在 还是选得漂亮的 可是我有很宽容的心 还有我不断的努力 对了解对方 所以如果你选我的话 你会一辈子幸福 谢谢 你听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I take 你说 他需要一点时间 他的翻译 把他告诉他 说得好一点 哎呀 他还知道很多事都掌握在 翻译嘴里 你在做翻译的时候 干过一些什么坏事吗 没有没有 翻译很重要的 我做翻译的事过 我一听你说这话 我就知道你在做翻译的时候 一定捣过鬼 所以你才知道翻译很重要 没有 没有 谢谢 好 我们看下一条片 大家对于我这样了 我一定有很多文 好 我不想是个有故事的人 当时有一点中国情缘 我曾经当过一个中国女儿 我们在米兰度过了一段 难玩 浪漫的时光 后来因为她要去别的 真实工作我们分锁了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女儿 她们美丽 她们美丽 可爱 世上参发着 世上参发着 特有的东方 因为很神秘 我为此特别着迷 希望《非诚勿扰》 能帮助我实现我的这个中国 我们 我真的很想做中国的女生 还有上节目的歌 我都准备好了 对新的女生表白 我这场死了都要爱 不离你矜持不断快 对新的女生 这首我唱过了 我主唱《你最成功》 我还特别唱作了一首歌 打算把她带回家 慢慢唱给她听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她的歌声好吗 谢谢 此来多有爱 不理你矜持不断快 感激多伤 只要这样 再自够没有把爱 死了都要爱 不孤单微笑服装快 也只会灭心还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我生生把一首中国歌 唱出了意大利的旅行 15号 因为您是意大利人 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中 是感觉比较爱玩 比较花心 比较直接 那你这样和中国女生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个矛盾 因为中国女生是很保守的 那您是 您可以为自己辩护一下 您是这样的人吗 我不是不说我 我不是费力男 看人家说他不喜欢在那边玩 而且我也不说那个 你告诉他一下 以我个人的一点浅见 中国今天的女孩 一点都不保守 好 我们来看她的朋友开访 谢谢 我是Antoni的朋友 现在我在美南 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別的人 你可以说中国人 你是一代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因为你的女孩子的欧求很高 什么女孩子都不喜欢 我都不记得你现在怎么这么做了 我希望你可以在中国快一点 讲到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再见 安东尼超级喜欢中国 他有机会就喜欢学那个中文 有一次我们刚来中国的时候 我们坐那个出租车 司机说 是不是你们想去那个普通机场 但是安东尼听不懂 他就说 对对对对 我们先去 我们先去 所以我们去那个普通机场 所以我们迷路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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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了 再见 出一个幸福的家庭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15号 20号 我们现在来看安宗尼奥的心动女生是 我就在琢磨这一哥们 她的前女友那中国女孩 是不是长得跟实际上差不多那一位 应该是差不多 对 有有有有 为什么你在这个问题上 居然会有如此独到和准确的言论 这需要很复杂 三个女孩有十项条件 你选一个 继续了解 六个 六个 第六个 生活照 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好 不用说 一看就明白 你还可以提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不过我要回家 你跟我一起出吗 回意大利 谁先回答呀 谁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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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愿意去 愿意 11号 虽然我很愿意和你回去 但是您之前的那个恋情是因为异地恋 我怕你 我怕我们在一起还会分手 15号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愿意 他愿意 他愿意 好 好 你需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可以 好 哎 你可以直接走过去 直接走过去 好 好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王安华银演欢迎 幸福天线提供的爱情还祝福 我来看推特 祝福你们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奥康鞋业特别制作的 时尚水晶鞋作为爱情祭奠 我马路姆斯宇兰 我很喜欢 我很高兴 她很可爱 很漂亮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别来生眼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 要你再慢慢再整天 我的感觉是15号 可能这一辈子都会和意大利男人纠缠在一起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81187加女嘉宾 最后发送到10666666620或者登陆布布布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给他们留言 想要参加我们节目的观众 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卫视的官方网站和珍爱网 或者百合网新浪微博QQ家园腾讯微博 报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寻求你们的幸福 请报名方式出现在屏幕下方 节目最后感谢布布高音乐手机 感谢王哈哈营养快线 感谢奥康协议队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